嗨,大家好,我是Oma 最近大家因為被關在家裡實在太悶了 紛紛地跑出去露營 甚至刮起了一股Glamping風 奢華露營,也就是Glamorous Camping 那今天是讓我們來看看 國內外有哪些精彩的Glamping案例吧 像我們之前介紹的露營車 它就是Glamping的一種 以往我們可能只能住在湖邊 然後走路要5分鐘的飯店裡面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直接住在湖邊 而且享受五星級的體驗 所以它是一種不破壞附近環境 但是可以更融入大自然的一種奢華的享受 位在智利百內國家公園Echo Camp Patagonia 被國家地理雜誌和CNN列為起身庇佑景點 原本壯麗的山光水色 就已經非常吸引人來朝聖 這裡的原住民更發揮當地傳統特色 將三三鼎以前住的圓頂降棚加以改造 提供給國家公園的中心 除了讓旅人了解這個區域外 並能藉由這樣的方式更加清淨自然 之所以取名為Echo Camp Patagonia 一方面是展現對於巴塔哥尼亞地區的喜愛 另一方面圓頂帳篷設計加入了環保概念 營區幾乎95%的能源 都來自營區內的太陽能板和微星水力發電 除了建築幾有特色 更提供旅人許多探險的活動 可以追尋美洲報的蹤影 航行在冰川上 或是徒步九天環行國家公園 享受與世隔絕的南美洲自然景致 而回到國內的話 還是要提到在台灣帶起這股 Glamping風潮的始祖 請美學山拿村 就是在地美學實驗 計劃收集一千零一個夜晚 以古老的遊樂園為基礎 建立一種不同的互動文化 透過充實的活動安排 來訪的遊客可以借此感受不一樣的生活體驗 因此光是夢幻的Lotusville的英國豪華風蓮花帳 富有當地特色的精緻裝飾藝術 寬闊的草皮就足以讓王侯們屈之若霧 另外整個露營區分為 夏娜村、好夢里以及森大 共三個聚落 每個聚落都有一位村長 踏進了秦美學就會成為村民 村長會帶著村民在秦美學中探索 而最厲害的莫過於DECO到極致的 長桌燭光晚餐 在走完一天的行程後 所有在這裡住宿的旅客 可以聚集在一起交流 並享用有特色的晚餐 讓身心都十足的飽滿 當然現在市場上有許多後期之秀 但從故事行銷到整個空間的包裝 加上活動體驗 話題性跟精緻度 將還是老的辣 看完以上的經典案例之後呢 Glamping其實在台灣 它絕對是個趨勢 而且有市場 只是現在大部分的業者 都是自己在做 那假如套回我們上次影片分享的 就是分散市旅館的概念 我覺得它一定會成為一個很棒的商業模式 那對這個議題有興趣進一步討論的朋友 歡迎加入我們以下的連結 紅色脂肪LINEAPP粉絲團 跟我們有更多的互動喔 今天就到這邊了 掰掰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 goddamn 這個按版本 orत壞 另外 開啟大 我們可以你 做工作 按 5000 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